在东京奥运会遭遇失利 备受嘲讽 莱尔斯没有哭泣 在尤金世锦赛200米轰出19秒31夺冠 莱尔斯没有激动崩溃 但是在布达佩斯的100米夺冠以后 他再也按捺不住内心 瞬间泪如雨下 诺亚莱尔斯 这是厚伯尔特时代最近神的男人 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 在这个武王光芒万丈的背后 他究竟承受了多少痛苦 莱尔斯在单亲家庭长大 从小就患有严重的先天过敏性哮喘和抑郁症 12岁时才接触到短跑 还被诊断出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和阅读障碍 但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 都有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而莱尔斯的身后 是他不相信命运的伟大母亲 妈妈教他阅读画画 甚至说唱 帮助他摆脱阴影 而上帝在关闭一扇门的同时 也给莱尔斯开了一扇窗 2014年 他在南京青奥会中夺冠 从此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2016年夏天 莱尔斯在U20田径世青赛 男子100米比赛中夺冠 2017年钻石联赛上海战 他在200米中再次夺冠 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有人说他狂妄自大 有人说他嚣张装插 常常把超越博尔特挂在嘴边 2021年的东京奥运会之前 莱尔斯曾经口出狂言 他要在东京奥运会上豪夺三斤 比肩博尔特 可是最终 他只拿到了男子200米的铜牌 于是三斤换一铜 大嘴莱尔斯 成为了田径圈里人人嘲讽的对象 2022年 尤金世锦赛男子200米决赛 莱尔斯跑出了历史第三的成绩 以19秒31打破了迈克尔约翰逊 保持了近26年的全美记录 如今莱尔斯又一次在百米封王 再一次向博尔特发起冲击 自2017年博尔特宣布退役以后 整个世界田坛都在寻找 亚买加闪电的接班人 如今 莱尔斯无疑是最佳人选 他也是最有希望在100米 200米和百米接力项目中夺金的男人 这次世锦赛 莱尔斯依旧剑指三斤 他是要比肩2015年 北京世锦赛的博尔特 自那以后八年来世界田坛 还没有人可以成就这样的世锦赛三冠王 此外 莱尔斯还在追逐打破博尔特保持的 19秒19的世界记录 据悉 他的目标是在世锦赛200米决赛中 冲击19秒10的成绩 他不过是二十几岁的大男孩 这就是他的性格 他知道抑郁症有多么可怕 所以才会做出那些搞怪的动作和舞蹈 他也只是想让自己和粉丝们 观众们开心 他为自己立下目标 奥运会三斤 超越博尔特200米记录 这都是他前进的动力 完成的难度可想而知 但真正的梦想 不就是敢梦敢想吗 加油 白米兴王